第一屆餐饮业家装隔板也是有它的用意 业者也会花心思来防疫 高雄凤山区一间面店 他们使用保鲜膜隔开座位 看起来每个座位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小帐篷 让民众也觉得很吸引人 另外有业者也定制了独立的隔板 自行组装 方便收纳 还能依照民众用餐的需求随时做变化 走进面店用餐环顾四周 这隔板怎么与众不同 远远看起来就像满屋小帐篷 进来就看到这里的装饰 很像那个蒙古宝之类的 就是别家店都不会像这样子 位于高雄凤山的这家面店 为了遵守防疫规定 除了桌上安装隔板之外 还在座位前后加装水管和保鲜膜 组成的大型隔板 看似小帐篷的设计 让民众开玩笑说 内用会有露营的感觉 更在网路引发热议 有人说想睡店内可以吗 还有人说像包厢很有趣 看了这场景也想尝鲜 外面那个水管加保鲜膜 是我们自己做的 保鲜膜至少要有两三层以上 自制隔板意外爆红 业者透露这其实是之前 买不到压克力隔板才动手DIY 却意外成为防疫焦点 而在男子的这家火锅店 防疫隔板同样吸睛 有别于一般透明隔板 业者使用珍珠板加工 让隔板变得浪漫温馨 不只价钱便宜 还能营造用餐气氛 而内用隔板除了玩造型之外 这家小吃店也发现 省钱妙招 透过定制独立隔板 在自行组装 不但收纳方便 还能依照客人需求做变化 后疫情时代 餐厅隔板怎么装 也成为另类焦点 记者柯成澳高雄报道